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钱快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陈鸿如先生 Andy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心路历程和股市 那 Andy 你好 你好 佛洛达 那 Andy 我首先想要请教你 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 那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其实创业呢 因为以前看过很多的在公读的时候 看过很多老板的一个创业的过程 然后觉得创业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觉得应该对我的人生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彩色笔 所以我觉得创业应该可以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精彩 所以我选择的去创业 应该可以就是在人生的故事上画上一些色彩 那为什么会创立这个来钱快 这应该是您第三个产业了吗 对 来钱快 属于应该是说我去大陆工作的创业了那么多年之后 回到台湾的第一个事业 然后我觉得来钱快这个公司呢 为什么想回来台湾创业呢 一方面就觉得 本身我是台湾人嘛 自然我希望在台湾能够有一定的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能够把我们一个好的产品呢 也能够让我们台湾的客户来进行使用 能够服务到我们的客户 对 因为我们是做软体的嘛 那软体公司现在经常讲的SARS嘛 软体服务嘛 其实服务是更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在国外的这种积累已经足够了 那我们觉得应该有机会回到台湾来进行创业 来服务台湾的客户 对 这是我们回到台湾的初衷 那你就是这间公司会主要的一个服务的产品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主要是做POST收银这一块 不过我们不做传统的POST收银 我们做的是一个互联网的POST收银 也是我们更多结合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模式 来进行管理经营跟销售 对 然后因为我们的软体可能不单单是一个收银的软体 我们更多的是服务客户 让客户可以有效的管理他的门店 包含单店跟零锁店 包含通过互联网的一种环境工具 可以很方便的在远程 在家里甚至在任何地方 在车上都可以对自己的店铺进行一些管理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客户的是一个无远佛界的这样的管理模式 所以我们把传统的POST升级到现在所谓的互联网夹POST 我们采用云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整个系统的架构 所以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吧 所以它是叫做智能收银的部分 是的 那去结合现在的一些网路或者是互联网的一个概念 然后让在远端就可以去做操作 这可能对于连锁的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抚盈 是的 是的 因为早期我们做云端在中国大陆刚开始做前面几家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包含台湾包含中国大陆包含在国外的一些厂家 POST机的软体厂家 其实都还没有这样的云的概念 但是我们做的第一套POST就从云开始 因为我们以前做ERP的时候 就一直是以云架构的方式在构建我们的软体 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云架构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在十几年前我们已经知道云架构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所生产出来或者研发出来的这种产品 一定是基于云端的方式来运作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POST软体呢 当然也没有排除在外 也是基于云端的方式来设计 所以早期我们设计这个软体出来 在这个业界来讲 算是排在很前面的 对不是数一就数二的 这样的一个排名 所以做的比较早 了解 那这样子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因为您也不是第一次创业 那如果说在这个来钱快的这间公司上来说 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做软体这个行业 包含说从我以前的ERP到现在的POST软体 我觉得应该不论哪一个软体公司 可能都做过可能都很清楚 其实最大的困难是在于前期的研发 因为前期的研发需要投入精力 人力还有金钱 但是这三样东西投进去之后发现 其实它在短期之内是不会产生任何效益的 其实它就像在甜品一个洞一样 绝对不能说功亏一亏 你必须要不断的坚持 一直不断努力的去投入 不论是金钱人力还是各种资源 然后一定要坚持到某一个点上面 其实它才能够发效 才能慢慢的有回报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是最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只要你经过了那一段时间 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这个成长也是蛮叙述的 了解 为什么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 您还是会愿意一直持续的去做 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因为本身对这个资讯行业呢 就从小就非常有兴趣 对 然后后来因为有兴趣 我就往这个行业去发展 那去发展的过程之中就发现 其实这个行业真的是日行月异 迭代的非常快 所以要不断的去学习 那刚好因为我以前也是 曾经也自己去编写过软体 对然后慢慢的随着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就慢慢的随着公司的规模 当然也就比较脱离这个所谓的编写程式的这一块 慢慢的就交给了现在的技术团队 对然后自己就慢慢的往这种比较高阶的管理啊 销售这方面去走 所以说就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然后慢慢的就 就 就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觉得说 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 因为从我们最早的这种有线电话 对吧 到现在的手机 从以前的2G 3G 4G 到现在的5G 对吧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改变我们人类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跟着这种科技时代在走的话 尤其做我们这种科技企业的话 其实可以很好的服务我们的大众 对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应该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那我觉得收银这个行业当然 我们最早之前是比较偏向于制造业工业的ERP跟经销存 那因为是在一个机遇之下 然后进入了这个POSE的收银 这种商业领域 其实我们的客户群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对那进入这个商业领域之后 发现这个商业领域其实 也有它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也有我们非常值得去投入跟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五六年前就开始 我们第一套产品出来就开始做这个POSE的市场 然后后来做着做着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有很多衍生 不光是一个POSE这样的一个销售行为 我们不再是说销售一个软体或者一个POSE 给到客户来赚这个差价 我们希望更多的是通过服务客户的产生一种服务价值 而通过这种服务价值来创造公司的真正的那种理论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深耕的 我们也很有兴趣往这方面深耕 我相信这个也是在未来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产业 那在Andy 这边 你会希望带给消费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印象 那你会想要传递给他们有什么样的信念跟经营的想法吗 其实我希望给我们的客户跟市场传递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来钱块收银系统 它是一个CP值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软硬体结合的一个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这个solution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就是花最少的钱 但是买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我们希望用一个快速的这种 让我们的中小型商户能够很低廉的价格 能够买到它很优质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 然后来协助它把店铺管理的更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吧 对我们的产品定位也在这个地方 当然针对我们的市场我们也做了一个区分 就是小商户我们就卖的相当相当便宜 然后就是让小商户很快的就可以导入这个系统 那对于零锁店的客户 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个比较CP值高的这种solution 给到他们 让他们可以缩短他们的决策期 然后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优质的这种 圆端的这种收银系统 对那我觉得这种服务未来肯定会创造很多新的价值 这是我们的一个市场的策略 也就是说在挑选POSE机的时候 其实要看一下就是自己未来可能在一到三年内 就是我们可能会发展的一个趋势去选择 对 那这样子就是以这个来钱快来说 就是Andy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计划是接下来未来三到五年要去执行的 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希望能够把来钱快这个产品能够做到台湾的前三名吧 对这是第一个小目标吧 是 然后当然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台湾的No.1 对那在305年之内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No.1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在计划就是说把整个我们台湾大陆还有这个美国的这种市场份额 我们也有打算到在明年的时候可能会报到美国的那斯达克 我们希望能够明年能够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能够在美国上市 那这是我们三到五年一个计划 哇Andy其实还蛮有野心的 是的 这个既然做了那就一定要做成功 对吧 我觉得作为创业者应该有这样的魄力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可以让所有跟随你的这种跟随者能够一起得到一个丰厚的回报 我觉得这个创业才会真正有它的利益 这个利益点才会出来 对 那刚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想要请Andy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创业那是想要跟你走一个相同的产业去切入市场的话 那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跟分享 如果想走相同的产业切入这个POSE市场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需要找一个优秀的产品吧 如果说研发自己的产品 那可能第一个要考虑自己有没有那么丰厚的实力 包含资金包含人员团队包含你的身边的资源 如果你有这些资源跟团队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自己去研发 但是这个研发投入呢一定要考虑它的一个预算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想简单的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一般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需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而且是很有前景的产品 不是让你卖一年之后就断掉的产品 是能让你卖三年五年 甚至五年以后这个产品是不断迭代的 能够让你卖很长久的一个这样的产品 那这样的话你在销售POSE这个产品的时候 对你的客户才能提供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你的产品能够结合时代的这种迭代的可能性 可以结合很多的平台 然后不会很容易被淘汰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你这个事业或者生意呢 也能够长期的永续的去经营 不会说你做了这个品牌的POSE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产品就落后了 可能你就被同样的产品给这个抢单抢走了 那可能你这个厂家可能没有办法给你新的产品 那你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话 那可能你的市场就会陨落了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这种想法 就是说能够产品能够找一个能够永续经营的产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不能再以那种卖产品的观念去做你的盈利模式了 其实更多的要把你的Focus放在服务客户上面 如果能把客户服务好的话 那你的产品才能够很好的在市场上生存 在市场上延续 对如果一个好的产品没有好的服务的话 其实很难在市场上生存的 了解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Andy聊聊这一块 那其实这一块是因为是土逼的嘛 那一般大众其实会比较难去接触到 那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可能一般的观众 有些新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也看到说就是一路从兴趣开始 然后一直不断的创业走到现在 那也许就是对于 对于台湾来说就是Andy也算是台湾之光 谢谢谢谢 那谢谢Andy过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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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